我们重新又上线了 刚才真的是不行 所以我们重新开过 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internet不给力 看一下 你们接回这条线吧 开始想要做live shot的时候 他通常都会有这样子卡线卡线的问题 我希望现在接回去是ok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们不能做live chat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网数如何 你们有什么很好的方法 让这个网线是非常给力的吗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可能你可以分享给我知道一下 有什么方法让我在做 这个live chat的时候 我做facebook live的时候 是没有被干扰的 如果现在你们有experience 好头痛哦 一下可以一下不可以哈 现在有吗 这些人家都好累啊 要10点了哈 时间差不多了 OK 就等人上线吧 看一下 你们就回这条线了 抱歉 让你们又上线又下线了 那么在这个 要不要做LIFECHAR 因为好多人是讲 晚数不大可以 可能是世界杯的关系吧 还是天气的关系 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晚线真的是不给力 OK大家好 有人讲I love you 情人节到了吗 过了 我现在是用4G network 也是不行 有没有人 我看到有人在LIFECHAR 我好想LIFECHAR 好久没有跟大家LIFECHAR 互动一下 但是可能晚线不怎么可以力 我LIFECHAR 现在invite不到人 如果我可以的话 他就invite得到 哎呀 好可惜 好可惜 那么 每次都是这样子 不能够不能够上线 你们就听我讲话 OK 可以吗 就这样子会比较理想 那又卡又萌 有人讲又卡又萌 怎么样 声音听到吧 还是画面很萌 画面很萌是吗 头痛啊 OK 我刚才去做头发 今天我去剪头发 那么去做头发的时候 就跟那个理发师聊天 那后面就有个小姐 就听到我的声音很熟悉 她没有看到我的样子 但听我的声音 她都会认得我的声音 然后去问那个理发院的人 我是不是包一番 所以 看来我的声音 很多人都很熟悉了 你们会不会在外面的时候 遇到我会认得我呢 OK 看到你们还在这边 还很LIFECHAR 今晚瑞是VS瑞点 对对 真糟糕 我也是很紧张 要去看球了 快快的讲几句话吧 不然大家都在瞒着 要去看球 OK OK 可以吗 新加坡有下大雨 这个晚宿真的是很不好 OK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我看我不要去做LIFECHAR 因为我一inviteLIFECHAR 的时候它就会卡着卡着一下 那我就随便讲一些东西 我们就大家今天就这样子 看着我讲话吧 OK 很久可能没有好好听我讲话一下了 那么 在我看来 近期里面我的活动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时钟都是在提升我们个人运势的一些东西 一些方法 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个我们命里我们自己的一个命是非常重要的 那过了这一次过后我相信在下个星期吧可能下个星期我去外国我去我会出国 9号到13号我都不在马来西亚 我会出国了回来我就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那因为我最喜欢就是分享 其实我本身我的我很喜欢做教育 那我会通过很多平台 包括了Facebook这个平台 网络平台 也包括了一些讲座会 我会经常去attain一些讲座会 那attain讲座会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教育 在提醒大家 关于风水 关于八字命里 环境空间 大宇宙 大地理环境 还有阴阳五行对我们的重要 以及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影响 OK 所以在讲风水 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都不会分开我们个人命里 和我们的那个八字五行的这些东西 好 我先看到他卡线 OK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本身我就有做风水基础班 来教育很多对风水命里有兴趣的人 来我这里上课来学习 后来我就发现到很多人是从外地过来上课 是从有些甚至从以宝 从霹雅州 从吉隆坡 从新加坡 还有更远的人 从外地过来只是上课学习 这个风水基础班 所以我在想什么方式 怎么更好的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一个东西呢 可能我会在线上做线上教学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的一个建议了 OK 可是有时候我又担心你没有来到我的学院这里上课 可能你就学 可能那个学不到更多也没有什么浮动 那可能有些东西你就一直半解就误解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是还在考虑在这一个环节这边 暂时还没有正确的决定 等我正确决定了过后 我再给你们知道 希望有好的消息给大家 就希望大家通过 不管你是在外国 是在马来西亚 是在 可能你在印尼 可能你在很远的地方 你想学 你想了解风水命理 你想知道五行的运作 你想听我讲课的话 可以通过面子书直播这样子来看 这样子来学习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会有更多更多更多的学生 所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华的 很古兰 OK 又接回来了 一下子有线一下子没线 大家看到都辛苦 我讲的人也是挺辛苦的 因为看到没线的时候 就不知道什么反应 今晚很卡线 为什么呢 可能是天气的关系 可能大家都在看着 看着网数 internet的关系 那么还有什么要讲 等下看一只卡线搞到我的都不懂要讲什么 那么在这个大家看我的直播也看了 我相信有些也看了整年了 我做直播也有整年了 我相信 那来来去去 可能如果你学不到什么东西 或吸收不到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很抱歉 因为我不想要这样 我不想大家花时间在看直播的时候 浪费时间 写不到东西 那是我觉得很不好的一个行为 如果能够的话 我希望能够有很多资讯 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那我希望下一次我的直播呢 我下次再想办法 什么办法 让他的网数是走到最好的 给我想一下什么办法 那么到时候我希望 直播都能够尽量做live job 尽量跟大家互动 尽量我们产生一个平台 是大家能够分享心情 大家能够分享经历 或者是询问 关于风水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个就是我很想去制造出来的 在我的这一个平台里面 OK 所以今天网络是不给力 所以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留待明天 我再想办法一下 看什么方式让网络更加给力 OK 我看一下 这样就看我了 今天来我的店买贵人符 我看到你 杨诗音 OK 我的店里面有卖的贵人符 的确很好 很不错 因为要买到真的好的贵人符 的确不容易 OK 那么 嗯 真的是啊 这个玩意